請來法師祭拜盛大開景 一桶一桶撈起五十歲 民眾實在等不及 不為親神大禹來排隊 全得這一刻 謝謝 拿到了 裝水的容器一個比一個大 就怕全家不夠用 因為傳說端午節 是一年之中 陽氣最重的日子 而五十歲還有神奇功效 拿了水瓶要來取水 好像拿得太小瓶 要跟大家一樣 要拿那種大水壺來裝才對 這樣才能夠全家都喝得到 對我們的身體養生都很有幫助 所以要來這裡拿水 然後保平安 給小孩擦身體 坊間傳說拿五十歲 做這三件事能帶來奇效 煮肺來喝能擺臂不清 擦身能除煞 加鹽巴喝下去能止腹泻 如果丟銅板進去煮肺 放在家中還有招財功效 而且鐵珍珊還有這樣的傳說 正成功在鐵珊珊 有一個插劍 一個劍井 它的一個故事存在 另外端午節也有禁忌習俗認為 海邊細水可能會被抓交替 拿整串粽子送禮 有送肉粽 也就是詛咒的意味 拜神時如果使用冷凍粽子 也可能惹怒神靈 接下來 坊間傳言端午五十歲去餓解災至百病 每年都引來民眾池水朝聖 但不管他是不是真的這麼神 生病還是得找醫生 別盡興偏方 以免耽誤就職時間 記得鄭偉翔 西宥雲台中報導 請問一下 中文字幕——YK